美食男女好 特工帮你找 欢迎收看由商商银行 光明播出的美食特工队 我是龚磊 今天我们来到了 位于广场南路和丁公路交界处的 银食广场 这是一个南昌刚刚开业的商业综合体 据说是10月28号才开业 所以好吃的好玩的都有 而且据说有超过80家的餐饮品牌 作为一个美食特工 我当然最关心的 还是这里有哪些各色美食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去看哪家店呢 导演 对啊 今天看什么店呢 我先不告诉你 我是给你个道具 这里有一个绕口令 你把这个绕口令念十遍 不出错 我就告诉你今天擦哪家店 绕口令嘛 基本功啊 十遍 听好了 红咖喱 绿咖喱 驴 绿咖喱 红咖喱 鱼 红咖喱 鱼 绿咖喱 鱼 红咖喱 绿咖喱 哎呀 什么呀 真的是 看个店还有考试呢 在这儿我主持人朋友都要被你打得细碎细碎 不就是咖喱吗 你不告诉我是吧 我自己去找 可以吃到这个红咖喱绿咖喱的地方呢 肯定是非泰国餐厅没所了 那么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品尝一家呢 就是专门做泰国泰的餐厅 曼谷风泰式餐厅 我们先去看看吧 一进门就发现呢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非常的有地域特色 感觉就像到了泰国一样 很有这个东南亚风情 而且据说这家店的每一件饰品呢 都是老板亲自从泰国选购过来的 非常的精致 咖喱呢 是泰国菜当中最重要的一味调料哈 用它做的代表菜呢 有咖喱蟹 咖喱牛腩等等 而且咖喱还分不同颜色 有这个红咖喱 黄咖喱和绿咖喱 不同颜色的咖喱呢 搭配的食材也不一样 那么这三种咖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待会我们就找几位食客来试试看 前面你们好 你好 这样呢给你们准备了这个三份不同味道的咖喱 有黄的红的绿的 然后想起你们两个分别尝一下 然后对他们三份的这个甜度和辣度 做一个排行 好不好 好 先请你来好不好 来你来尝一尝 先尝这个绿的吧 红色辣一点 然后这个绿的适中 然后黄色的更浅一点 甜的这个黄的最甜 辣的红的最辣 绿的就是奶香味重一点 看来三种咖喱 从奶香味和辣度上来说都不一样 红的最辣 黄的奶香最浓 到店里之后该怎么选择 什么食材搭配哪一种颜色的咖喱呢 打开他们家菜单呢 发现他们家只要有咖喱的这个菜 都会有三种颜色的咖喱供大家选择 哇一碰到这种选择 我觉得很艰难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黄总 黄总你好 想问一下这个咖喱蟹和咖喱牛腩 咱们应该分别选什么颜色的咖喱 一般的咖喱蟹或者是咖喱海鲜 都是选黄咖喱会比较好一点 黄咖喱呢比较柔和 它能把海鲜的鲜度会打出来 那么我们的咖喱牛腩呢 就是选青咖喱会比较好一点 青咖喱的味道比较浓郁一点点 能把牛腩本身的肉质的味道呢 跟它更好的散发出来 选用一斤左右大的肉质 把肉骨大卸发快 但手法要小心 尽量留住所有的蟹膏 将肉质全部过油 腌制鲜红色 加入热油 将红椒碎 姜末 蒜末炒香后 加入黄咖喱汁 炒至浓稠 放入冰好的蟹 再聚两到三分钟 黄咖喱奶味最浓 适合味道清淡的蟹肉 然而碰上肉香浓郁的牛腩 口味偏酸 略带辣味的绿咖喱 就更适合了 一入口就是这个满满的咖喱的香浓味 还带一点一些辣味 它们应该是浇了一点辣椒油 对吧 那个咖喱本身有一点点辣的 有点辛辣的 不过那些黄咖喱它融合了 就是选了一些椰浆 还有其他调料 综合了一下那个辛辣味 好像说咱们这个咖喱蟹 尤其是咖喱锅的这个蟹 好一定是要和这个椰浆 配合在一起 对吧 这样才更加的香浓 而且咱们这个蟹呢 刚才我吃了一下 肉质特别的饱满 而且很新鲜 对吧 就感觉好像在泰国度假一样 一起吃这道菜 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青咖喱油腩 这个青咖喱味道更浓 黄咖喱的还要浓一些 是的 好像配合上这个牛腩 这个紧实的肉质 好像更配一些 这样搭配在一起 青咖喱其实更适合 和这个牛腩一起吃 因为它带一点 它就很有味 那这个黄咖喱呢 它这个奶味就比较重 更适合和这个海鲜 搭配在一起 对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 消费满100 分享朋友圈的话 我们就可以赠送这个 咖喱牛腩了 直接 主要朋友圈就可以赠送了 是的 其实重点不在于这个价格 还是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相当的正宗 所以说想要来这家店品尝 咱们这个搭配味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 转发朋友圈呢 黄总就请大家吃牛腩 那除了咱们这个搭配牛腩 还有什么推荐的菜吗 有的 有的 那么说到推荐这个菜呢 我就介绍一下那个泰国菜 泰国呢 本身是个沿海的热带国家 它的气候呢 就比较潮湿和热 那么当地人呢 喜欢就比较依赖那种酸和辣 因为那个酸和辣呢 能把那个味蕾可以打开 确实哈 我在咱们这个泰国餐厅 吃到的一些酸辣味 好像在中国确实吃不到 对的 因为我们很多 很多原材料呢 都是泰国进口的 就都是泰国独有的 比如是泰国的柠檬 还有是柠檬叶 还有是那个甲菜和南疆 都是泰国独有的 我们的酸味呢 就跟中餐厅的就不一样 中餐厅要是菜 有点酸的味道呢 它会可能加醋 那么我们的泰国菜的呢 它就是可能就是 直接是用柠檬汁的 那么它酸度的层次感 更加丰富一点 其实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吃酸味的 你这样说的 我都想流口水了 如果是吃到酸的呢 可以介绍你吃那个 东英功海鲜汤 它酸溜溜火辣辣的 特别适合这个级别吃 东英功汤是泰国的国汤 这道汤的名字中 东英是酸辣的意思 功是虾的意思 翻译过来 其实就是酸辣虾汤 汤里放有泰国特有的柠檬叶 香茅 甲菜和泰国无锡 最主要的配料是鱼露 鱼露就像是我们国家的酱油一样 滋味鲜美醇厚 一碗汤 关上桌来 香辣皆有 口感嫩滑 五味之全 刚一入口呢 就感觉是一股很奇特的 这个酸辣味 又酸又辣 然后再喝一口啊 又喝到了一点回甘一点甜味 冬天喝上一碗这样的汤 可以让人口味大开 对 最为开胃 而且还可以 因为这个汤还可以去吃排汗 对吗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汤的口感真的是让人忍不住一直想喝 泰国菜善于利用各种调料来丰富料理的口感层次 而泰国甜点也是依照同样的逻辑 不仅非常的甜 还会利用泰国盛产的椰汁 椰丝来增加风味 椰汁香兰叶膏 椰汁西米露 红酒火龙果 色彩鲜艺 色彩鲜艳 外观精致 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家曼谷风泰式餐厅呢 位于丁宫路营池广场C区的四楼 您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 在丁宫路站下车 再步行四百米左右就到了 让您不出南昌 一样可以让舌尖享受到酸辣开胃的泰式风情 赶紧来曼谷风体验泰国味吧 吃遍大江南北品味各种美味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食特工队 我是婷婷 鱼呢是咱们中国人的最爱 不仅仅因为鱼肉味道鲜美 还因为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更因为它的寓意特别好 意味着年年有余 所以呢咱们中国人爱吃鱼 尤其是鱼头 更是很多人的最爱 包括我 那么今天呀 我就要跟大家推荐一家专门做鱼头的餐馆 它在哪里呢 位于我们西湖区银食广场 C区五楼的老夜鱼头馆 据说他们家做的鱼头啊 那味道可是非常的鲜美 让人吃了还想吃 他们家的鱼头真的能够打动 爱吃鱼的我吗 今天我们去试试看 中国人爱吃鱼 更爱吃鱼头 鱼头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 那么今天我们的美食特工婷婷 来到的是一家老夜鱼头馆 究竟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鱼头新体验呢 好了 接下来要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老夜鱼头馆的掌烧大厨 我们的叶师傅 你好 你好 那今天要向我们推荐这个什么好吃的菜 我看桌上有两个特别大的锅 里面是我们的鱼头吗 对对对 一个是清淡的 一个是红烧的 这样啊 那咱们就先开动 好 行 那我们先喝点这个我们自己 这什么 什么酒吗 我不喝酒的 米汤 米汤 米汤啊 成米熬的汤 好特别啊 上来先喝完米汤 好 来 就是只要进店的客人你们都会让他 对对对 我们客人路做了 我们都会赠送一下这个米汤 所以很有米汤的这个清香味 对对对 很舒服 而且有在家里的感觉 你知道家里经常早上这个熬粥啊 然后熬的稀一点的话 就是这种米汤的味道 对对对 嗯 太赞了 好 喝完米汤 咱们就要正式开始开动了吧 好 好 先来鱼头 尝尝我们那个清淡的鱼头 哎 来 我来 老叶鱼头馆选用的鱼头 都是来自庐山西海野生大雄鱼的鱼头 它个头大 味道鲜美 我是特别爱吃鱼的 所以我觉得 哇 今天来之前 我们家的这个鱼嘛 这个鱼的品质很好 所以一般人家鱼呢 有腥味我们吃不出来的 没有一点腥味 就是鱼味 你知道吃这个鱼的话 不用吃鱼肉 光喝汤就能够吃得出来 这个鱼做得好不好 这个鱼的原材料新不新鲜 这个鱼汤特别的鲜美 而且还带一点这个清甜的味道 我里面加的我们香蕉 就是这个纯粹的那个米酒 米酒 对啊 我们这里面都看得到 这个有这个米酒 一粒一粒地看到米在这里面 糯米酒 叶师傅今天为我们推荐的 第一款鱼头佳肴 就是这汤汁浓郁的砂锅鱼头了 它用最简单的做法 保留住了鱼头的鲜 将大鱼头洗净 去鳞 去腮 接着就是鱼头改刀 完成之后 将鱼头下锅煎至金黄 加水没过鱼头 依次加入葱 姜 蒜等调味料 待大火烧开后即可出锅 这不成假的 不成假的 一点都不成假 哇 我喝了几口鱼汤之后 嘴巴里面特别的舒服 而且有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哇 这个味道真的赞 所以喝完鱼汤呢 要再来一点鱼肉尝一尝 对 那个吃鱼呢 我们先吃这个有鱼嘴巴 吃鱼嘴巴 从鱼嘴巴开始 好 这个肉最好吃的 吃了这么多年鱼肉 好像我都吃错了 今天得要这个大师亲自来教教我 不然是说的吃那个 哇 最激化的部分 鱼肉是没有多少人吃的 对 一般都吃这个 这个是最好的鱼 就快了 对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刚才叶师傅帮我挑的 最精华的这一部分 看到吗 成透明状的这种胶质的 因为我们这个鱼呢 就是大肥 所以它那个嘴巴的肉也很多 也很多啊 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好的 整个就像这个民女说的一样的 这个整个肉质都是透明的 嗯 非常好 我刚吃了一口入口即化 吃起来其实有点像在吃果冻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真的有点那个果冻的 把它的很韧的感觉 哎呀 刚才我还感叹了这么鲜美的鱼肉鱼汤 应该配一碗米饭 我就看到了桌上已经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一碗米饭呢 对就直到吃起来就会想要一碗米饭对不对 建议你哈 光吃一口米饭 吃我们那个红烧鱼头的 用那个汤汁来淘点这个米饭吃 这样 味道非常香 不不不 听您说的这么厉害 我要光吃一口米饭试试它的口感 老叶鱼头馆的米饭绝对是独具一格 它选用优质的万年贡米 搭配优质矿泉水 经电饭包制成 米粒口感软糯 香甜可口 我们是真的真真一点都不是很假的 当着客人的面子就是煮这个米饭用黄酱水煮 很多客人来吃了的也都说 吃你家的不要菜 都可以吃饭 真的 我刚想说 对 光吃这碗白米饭你都觉得满足了 很多客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种很软糯香甜的味道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家里吃了一口饭的味道 哇 这个棒耶 我第一次白米饭都要再来一口 刚才您说到这个米饭要配这个红烧鱼头的汤是吗 对 那个汤匙 那一锅是吗 对对对 好 来来来 迫不及待 来 老叶鱼头馆的红烧鱼头是店铺点击率最高的 它香辣一体 唯唯悠长 它的做法相比砂锅鱼头要更加精细 食材添加也更为丰富 将大鱼头洗净 去鳞 去腮 接着就是鱼头改刀 完成之后将鱼头下锅煎至金黄 加水没过鱼头 依次加入辣椒 姜 蒜 酒酿 酱油 香油 大火烧开之后 再加入辣椒丁 香菇丁 葱 再次大火烧开后 这样一道美味的老叶红烧鱼头 就香辣出锅了 吃着这个鱼 红烧鱼头的这个味道 红烧 来来来 也是吃这个鱼嘴 先吃鱼嘴 对对对对 这个我学会了 吃鱼头呢 得先吃鱼嘴 它这个是重口味的 我看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料 什么香菇啊 有香菇啊 香菇这个 好香啊 对 鱼真的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好 谢谢 而且我看有新鲜辣椒 还有这个米椒 这一碗红烧鱼头的味道 就要特别的 这是南昌人 就是吃辣的重口味的菜 也是非常嫩 非常鲜 因为本身鱼头的选料 还是特别的好嘛 对对对 只是说做法呢 有一些些这个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加入了这个米酒的原因 所以它腊中还带着一点甜味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里面 自己的那种那种酒 里面就是解心 竹心 对没有腥味 这个鱼就是一点腥味都没有的 那刚才我们的叶师傅说 这个鱼汤啊 拌着我们的米饭特别鲜 特别美味 那我就来试一下看 米饭就更加松软了 配上我们的鱼汤以后 我好像又回到了家的感觉 你知道我小时候吃饭 就特别喜欢用各种 菜汤拌饭 就是没有菜 光汤拌饭 我就可以吃下一大碗 这个鱼呢 我们就是 先把肉吃完了以后 还可以加这个干燥面 再放下去 再煮那个 这个汤真的煮那个面 味道也非常棒 香醇的米汤 为你开启味觉之门 原汁原味的砂锅鱼头 喝上一口 顿时让你忘却了冬日的寒冷 鲜辣一体的红烧鱼头 让你米饭一碗接一碗 根本停不下来 在老夜鱼头馆吃鱼头的同时 也别忘了点上几道店家特色菜品 它们也是各具特色 原汁豆腐 外焦里嫩 内顺滑 十锦汤 地道五宁菜 十种食材相辅相成 色泽鲜嫩 入口香而不腻 营养丰富 油炸粉蒸肉 口感酥香 色泽金黄 咸甜可口 今天在老夜鱼头馆 让我尝到了最新鲜自然的原汁原味 也让我尝到了最温馨的家的味道 一整个小时 汗 蓋一瓶子 有冻 我尝童了